花蓮市公所从7月4号开始展开12梯次的 《骑来玩一下》系列活动 他们是以花蓮市内的街区景点 规划出三条活动的路线 让民众可以边骑车边欣赏花蓮的美丽风景 甚至还搭配各个社区部落的文化特色 推出了DIY体验和风味餐点品尝 带给民众不同的观光形态 慢慢的来探索花蓮市这座城市 5号一早30多位民众就聚集在花蓮火车站 头上顶着安全帽不为咽阳全副武装 准备骑上单车要来一场深度旅游 花蓮市公所骑来玩一下系列活动 今天是以部落深呼吸作为主题路线 让参与民众可以骑上铁马踩着踏板听着导览 慢慢深入了解部落的历史文化 我们这次结合的不只是结合的脚踏车运动 然后也结合了各地的景点之外 还有结合到我们历史古迹 还有一个我们的客家文化 跟最重要的原住民文化 那我们希望把花蓮市成为一个大型的博物馆 让大家都能够把用脚踏车的方式 或用走路的方式把它做一个串接 未来也可以成为一个新兴的观光模式 一行人跟着领旗一路来到严品王庙 港天宫再到撒固尔步道近距离感受瀑布的优美 并选在国富部落作为停歇 享用当地原住民的传统风味餐 也动手制作精油小桃乎吊饰的DIY课程 让大家都留下一个美好的深刻回忆 虽然本身是花蓮人 可是就是对有些花蓮的小景点 不是那么的了解 那就借由这次活动可以深入去探讨一下 像这次撒固尔步道 就是部落的一些文化 我觉得还蛮新鲜的 大力支持花蓮市公所的卡塔饭店 更是免费赞助每提次一张海景租书券 进行抽奖活动 总经理王座并在今天 更是加码两张租书券 让整个抽奖过程还烦全场 来 谁是 号码是各位数的请举手 加油 加油 在5以内的请举手 请4号 不同的速度会有不同的看法 那我们希望来花蓮的住客 访客 他们都可以用比较缓慢的速度来好好体验一下 我们花蓮的美 我们花蓮的真 这场活动从10号开始到5号 连续两天已经办理了两个梯次 除了有本地人来参加报名外 还有不少人是从外县市特地跑来花蓮 想要体验深度旅游 各个行程在公所的精心安排下 让参加的民众都给出正面回馈 记者许立琴 花蓮市报导